本期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不想他再怎么一直带伤比下去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资格赛的第一名 文浩 文浩的难度 他的亮点在flop当中 李宁交叉 反交叉 两个交叉百月的地 当环斯托克里币 当环俄式挺身 一千零八 这组 当环全旋 两个 单环斯托克里币 两个 环中俄式挺身 一千零八 这又两个亿了 吴光年一位 马贝俄式挺身 转体一千零八 马乔尔一位 斯维多一位 斯托克里币 起到力二百七一位 三个三下 文浩 文浩呢 参加过2017年的 蒙特利尔市井赛 那么那一届市井赛呢 也是在里约奥运会 结束以后 四年的一个单向市井赛 当时他的安马成绩 并不是特别理想 排名第六 那么 下一个月 也就是 十月中旬 他将出征 日本的北九州 世界锦标赛 也是一个单向市井赛 我们很期待看到 温浩的这套安马 能够 争金夺银 站上领奖台 因为奥运会以后的单向市井赛 很多名将都不会来参加 那么就会给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上领奖台的机会 他的六点六套 其实是很能打的 像我们说的奥运会这次拿冠军的 英国的韦特洛克 是7.0 但是那套动作 可能因为难度太大了吧 会牺牲了一些观赏性 当时观赏性最好的 中国台北选手 李志凯 那么那一套 就是托马斯套 其实托马斯 温浩也可以做的 他的这个特点就是 你看他刚才有三个 俄氏挺身 一千零八 单缓座 缓中座 马背座 难度6.6 完成8.8 15.40 他的那个 G组的flop组合 是安马项目上的最高难度